各位朋友围绕着流浪美国的博士孙卫东身上呢有几个争议的点 一个争议的点呢就是说孙卫东当时出国这个公派的钱是谁拿的 我们现在能知道的是当时呢是李正道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物理人才奖学金的计划 那个钱呢是美国的各个大学李正道的基金出的 那至于这个孙卫东公派的还有一些别的费用吗 当然有了我不是给大伙曾经说过吗 就是国家对于当时的公派的留学生呢组织了一个培训班出国给他们培训外语 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我的一位这个粉丝呢给我留言说 我当年呢就是教他们英语的这个培训班是国家组织的国家肯定是出钱的 那至于说到孙卫东的路费去美国的机票什么的生活费是谁出的呢 哎今天呢孙卫东他们这个有人采访了孙卫东 他亲口说出了当年到底是谁出的钱 国家是出过钱 但是呢像生活费机票什么的都是孙卫东的老乡给他凑的钱 那我听明白了吗 这是一个争议 还有一个争议就是孙卫东他的家人跟他到底有多大的仇啊 是不是孙卫东当时跟他的家人把关系给搞坏了呀 是因为孙卫东公派留学不归啊 是引起了他家人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这个呃可以说是他弟弟的前途啊或者他家里边被人家唾弃啊 我告诉大家这个可能性他弟弟可能在部队的时候在那个年代能不能受这影响 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的是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以家里有海外关系为荣 所以说你说他家里边被戳激将骨这个是不可能的 再一个说当年公派的留学生大把有不回去的后来也没有受到过什么样的处分 你要是给他扣上一叛国的帽子那就有点鸡血太盛了 那防长断嘛那就对不对当年的那个环境里边没有这一说说公派留学生不归就是叛国了 没有这一说说加入外国籍就是叛国了 说这样话的人我不是数次的抨击过吗 这绝对是其心可诛要把海外的几千万华人全都培养成反贼 这些人到底是谁的卧底呀 独罗运的卧底吗 所以这些人这个说的那个说的那个不符合实际啊 那为什么孙伟东这么多年来不和他的家人联系呢 我们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啊 这个事情 孙伟东曾经自述啊 说这个拿了绿卡也拿了美国的国籍了啊 这是他的这个自述 我们再听听他是怎么说的这个公派留学这个事啊 孙伟东博士是公派留学还是公费留学 最早关注他的珠峰在美国做什么呢 下面我们就揭开序幕 带大家了解事情的真相 在一起是不务实的原因嘛 不务实 不务实 其实你很务实啊 对 但是呢 因为在大 在一切上 这个做工的方面就是不务实嘛 你说不务实是跟家里没有联系是你的原因是吗 在家里和家里很多年没有联系 因为也 所以这个因为 也 这个 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就是高科技工资工作不容易找嘛 就是 你也可以找其他的工作 但是呢 如果说 包括学校 还有 或者包括工资地的也可以 在当年没有 没有 没有这么坚持 没有这么考虑 因为还是要有点前养嘛 如果就四年 四年有几年就是这么 去考虑这个 下一份工作 跟家里边有没有什么隔阂什么的 和家里的 没有 没有什么隔阂 家人嘛 和家人 还有 亲人到 他们 他们也不知道我的情况 不知道我在美国的情况 就不知道 你们听出来 孙卫东的言下之意了吗 就是他当年失业了 自己没有脸 羞愧 跟家里联系 以前的钱 大部分都寄回家里去了 他的前期的字数里边 在上一期 我给大伙说了啊 孙卫东是经常往家里寄钱的 何来孙卫东是个不孝子孙呢 你知道那个时候 寄回去的是一笔巨款啊 相当于 后来自己落魄了 得病了 找不着工作了 流浪了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那种最后的自尊 所以跟家里边断了 没脸和家里联系了 这也是一个可怜人呐 有网友说想看一下猪博卖什么 我想拍一下他 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生意卖了四十块 卖四十五块钱 卖四十五块钱 有网友他说那个要拍一下你卖什么 然后他卖这些黄金 人看一下 这都是义乌的一些货吧 卖四十五块钱 证义美多 土狗辈啊 复心 多是读书人 感慨啊 感慨 那个博士当红的时候 是2002年 回过家一次 回过老家一次 就好像在那个 一个内部的知情的一个网友告诉我 他在出国的时候 咱们出国的时候 他在出国的时候 留学的时候期间 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那个刘强东一样 都是装上那个 七大姑八大姨啊 拼凑的钱 拼凑的钱 给他出国留学的 没有 这个 国家没有出一分钱 知道吧 这个朱先生说的这个呢 他说国家明面上没有出一分钱 这个 但是不代表国家 没有出力出钱 因为对这些共派留学生的 培训啊 之类的 这都是国家出的钱啊 各位 但是你要说机票 那肯定是那个理政道基金出的 学费也肯定是美国大学出的 在七大姑八大姨凑的这个钱 是凑的什么钱啊 出国你不得有生活费吗 你最开始的时候 你不得拿点钱出来吗 生活费吗 大家 那个年代到美国的人 好多人回首往西 是吧 都很唏嘘 说我 到了美国以后 我兜里就剩了20美元了 我到了美国以后 我兜里就剩了50块钱了 大家当年都是那个状态 是吧 所以 七大姑八大姨 给这个孙博士凑的钱 后来孙博士工作了以后 不停的往家里寄钱 有没有报恩的这个因素呢 肯定有 各位 这都是误解的 都是以恶传恶的 没有 公费出国是公费 这个是叫公 公 是这个 官方是出国 他有这个 谢谢 谢谢 现在这个 这个博士呢 现在比以前是好多了 他最起码有一个房子 先住着 但以后的事呢 就是以后了 回国被偷了三万块 小偷抓到了 这个东西 年久 年代久远了 不太知道 不太知道 实际上博士现在 他也挺好的 他这个心态挺好的 他没有这种自卑的 我们看不出来 挺好的 老朱正能量 公费留学 哪里有自己花钱 实际你说公费留学 那就不知道了 他是一个 一个是这个 叫 Casper 就是 Casper 这个是一个 中国 美国这个 一个 学习物理的 这一个计划 他是牵头人 是李正道 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 玩那个核磁共振的 什么东西 是他搞出来的 和杨振宁两个人 搞这个 叫核磁共振的 可能是什么 高端物理是吧 他牵头 中国和美国的 那个搞那个 搞这个计划 培养高端的物理人才 但是他 那个钱都是 人家自家出的 钱自家出的 这个千真万确 千真万确的啊 他也经得起考验的啊 我说这句话 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啊 生活费 生活费 第一年的生活费 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也祝东方深与其隆 哎 这个事啊 我还是说嘛 这个孙博士 现在呢 他的命运 其实就取决于 他的 这个弟弟了吧 他妈妈已经是 基本上是 不能自理了 是吧 就取决于他弟弟了 这个兄弟之间的感情 有好多的 这个 我的粉丝给我留言 他说浩哥呀 你得说说 这个我们和国内的 家人的这个感情啊 我们在国外啊 尤其是兄弟姐妹 给他们忘回祭钱 啊 亲情就还在 等着父亲母亲一去世了 我们 稍微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 就等于说没我们这个人一样 啊 所谓的亲情啊 一生叹息啊 好多人给我留言呢 朋友们 我希望 孙博士的弟弟 看待母亲还在的份上 无论你以前有多少的 这种 仇怨吧 啊 恩仇吧 是吧 啊 哎 清官的断侠物事啊 真的是这么回事啊 点个订阅 下期再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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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